大家好,这里是穷斯给予,一个离不开闲的频道 前阵子,幼稚偶像王力宏出事 事件开端在于他只愿意把几亿豪宅借给七人主 结果被前妻爆料搞到身败名裂 差不多同个时间,中国直播带货一届威亚发生逃税事件 威亚光是逃税就被罚13亿人民币 两相对照之下,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线明星 要他逃出几亿,维护自己的名声就蛮辛苦了 但一个带货直播主光是逃税就是好几亿 凸显出了一个特殊现象 当前流量金字塔的顶端已经不是歌手偶像了 而是在镜头前面又是八般无意的直播好手 说起35岁的维亚,要称淘宝第一女直播主 在直播界呼风唤雨之前,其实也曾经有歌手梦 参加过选秀节目,顺利跟唱片公司签约 还跟顶级明星周杰伦、林俊杰合作过拍广告 不过维亚发现自己没那么适合娱乐圈 很快就黯然退出 从现在的他来看,当时退圈绝对是正确的决定 否则一个带货天才恐怕永远被埋没 现在的他年收入高达20亿人民币 这个数字有多惊人呢? 可以看看华语天王周杰伦 今年的数据显示 周董从2007年到2020年中共赚了21亿人民币 换句话说,在娱乐圈看不到周董车尾当的维亚 收入上恐怕远远超过周董 其实这已经是全球现象 刺杂科技业的Facebook说 游戏直播组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职业之一 有多高呢? 最近有骇客公开Twitch各大事况组的年收入 结果第一名年赚960万美元 其他人收入也是几百万美元起跳 Facebook上的直播组更恐怖 第一名的Bangbang年收入2900万美元 如果把他们放进美国薪资分部 那么用富裕都不足以形容这群人 事实上,在美国 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 就已经是前一%的阶级 那就是说,30年前是制造业的时代 这20年来是科技业的时代 而当前恐怕就是流量经济的时代 直播组这是这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 他们基本上可以分成四种赚钱管道 首先是直播平台App 大致以歌唱、聊天和表演才艺为主 平均薪资,拿Long Life来说 一个月有20万台币 但大家先别急着报名 年收入破千万的只有6个人 很多人距离平均线不知道多遥远 第二种是YouTube直播 新闻台或股市理财老师特别爱用 以专业题材内容为主 第三种是脸书直播 有在华脸书的就知道 直播这块几乎是被叫卖统治了 以台湾相当有名的海鲜直播主丢丢妹来说 25岁的她本来就是安清班老师 月薪不到4万台币 但靠着直播身价不知道翻了多少倍 平常代步车是蓝宝杰尼 最后是商机最庞大的电商平台直播 一开始提到的维亚就是属于这种 但这个领域因为学历和工作经验之类硬门槛不高 竞争异常激烈 维亚这类顶尖占群体不到5% 后面超过半数的小主播 月收入可能不到两三万人民币 中国前阵子有个纪录片 说的就是带货主播的真实生活 两名主角恰好一个是中上等级 一个还是菜鸟 中上等级的叫做荔枝娘娘做直播4年了 在业界已经累积了一定的名气 纪录片跟拍她一天的工作 可以看出她的口条和肢体动作相当显手 卖货画素很有技巧 当天她花了4个小时直播 销量是全场最高 不算薪资光是佣金就拿到1万元人民币 说起这份工作 荔枝有她自己的一套观点 她认为网络上的直播其实就是实体店的一种变形 她口中的实体店就是我们在街道巷弄里面看到 门口挂着大拍卖的各种店家 而直播则是转到网络上去卖 就技巧来说 线上直播其实也跟实体交卖没有太大差异 就是强调现实 限量 秒杀 打折 清仓 一样的套路 一样的商品 一样的人群 唯独是不同的场景 立志认为这个时代的直播 其实本质上就是原始的销售模式 希望客人快点下单 不追求细水长流 这也是为何直播主与速要快 因为要让客人快点做出决定 这四年工作以来 立志因为能力出众又肯吃苦 已经陆续买了六套房产 每当她一开播 观看人数就从10 100到500不断上升 但好成绩的背后真的是无比辛苦 每天晚上 她通常花四个多小时直播 半夜12点多下播 接着要和助理检讨直播效果 恢复商家和粉丝讯息 不到六小时的睡觉时间 中午起床后又要做文案 喘口气继续上阵开播 一周工作六天 手上有六间房 还有献煞一般白领的薪资 但立志良娘的内心很彷徨 她说了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话 一行隔离几个月 大家就快要崩溃了 但这就是主播的日常生活 一直都是被隔离的 现在的她 发现自己和曾经同期的维亚 差距越来越大 一度因此崩溃 镜头的另一端 是菜鸟主播洛田 以前在工厂工作 加入直播界只有两个月 常常播了一个小时 还是没有人看 在老板的眼中 像洛田这种小主播 开播时能有三五个人看 直播期间维持在十人 就算是还OK的直播 这样的成绩 可以帮洛田赚到多少钱呢 其实真的不多 第一个月五千多人民币 第二个月有望赚到一万元 但回顾主播生活 虽然跟工厂比起来光鲜亮丽一些 但她说 自己除了吃喝 连出去偷个风的时间都没有 还常常因为压力睡不好觉 这两个故事让我们看到 直播绝对没有表面上的轻松 不是上台讲讲话就行 要如何磨练卖货技巧 要花多少时间跟粉丝和厂商互动 加上开播的前置准备 基本上一整天就消耗完了 几乎可以说是体力活 而且耗尽体力 还不能保证会有人气 虽然如此辛苦 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一事 就是因为这个行业的发展实在是太蓬勃了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平均每天就有五万多场直播 主播的抽成方式分成两种 一种是达人主播 一种是商家直播 商家直播的薪资比较稳定 达人主播就是想吃饱就要看身手了 顶端的每个月超过百万收入 菜鸟每个月就是几千元 之所以商家和达人有这么大的差距 原因就在于转换率 一般来说 如果达人转换率是店家直播的十倍 这就是为何店家愿意捧着大把现金 请高手直播 至于要让高手抽多少钱呢 平均而言是20到40%佣金 但平台会从佣金收钱 主播大概十拿60% 也就是说 东西卖越多 主播赚越多 主播们夸张的天价酬劳 基本上是可以奠定在两件事之上 一个是有人看 一个是有人买 也就是说 一个是流量 一个是消费能力 而流量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就是直播主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时代富豪的原因 在古早时代 流量跟空间有关系 店家要考量的是店面覆盖度和交通地点 但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 开始有产品用品牌打响流量 例如可口可乐就是自带流量的品牌 不管在哪里贩售 都会有人去买 到了今年 进入到平台流量时代 极客大电商横空出世 他们一贯的做法都是先把平台人流从高 让平台里面的贩售栏位越来越值钱 可以想象成为开间百货公司 有了人潮就能租出比较贵的贵位 只差在平台应运比百货公司更有成本优势 现代基本上交通 品牌重要性都降低了 只有网路上的流量才是王道 而那些能够带起流量的直播主 就是当代流量经济的枢纽 至于未来呢 估计重点会是内容流量 如今自媒体已经各自宣出始终的粉丝 能够独立运作赚钱 也能跟大平台结合 而那些顶尖主播一方面是平台流量的保证 一方面同时也培养自异的粉丝 这是iPhone电动车之外 这个时代最明显的改变 而我们无论喜不喜欢都恭逢其胜 好了 这一集的重设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